2015年故宫南苑正式开幕 五大明星成龙特地送上 扑克版十二生小兽手 被批评世界级博物馆 不应该收现代仿制品 但现在却传出故宫规划 5月要将近代仿品增侯以编钟 进驻到南苑二楼大庭展示 请问故宫有没有经过 专业的评估专业的想法 故宫是这个世界级博物馆 根本不需要去借用别人的 更不需要去借用这个仿制品 降低了自己故宫博物院的这个等级 这套还似乎被博物馆的增侯以编钟 复制品为传艺中心1997年购置 只是故宫未展完的原件就超过70万件 现在又拿了件房品来 被外界批示自毁门面 民众听到纷纷摇头 外界也质疑为何当初成龙娟 就不行跟别人借就可以 难道是520到了要上演官卫保卫战吗 要展复制品还叫故宫博物馆干嘛呢 规则的话是美国美国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故宫是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门面 这里面放一些房品的话非常吃饱 其实故宫内部针对复制品展览 并无明确规范 若是要收藏国赠或是普赠文物 会先进预审或出审委员会 评定是否为研究品 认为没价值就谢绝收藏 完全不佑金出审或复审 但有没有这价值都是内部说了算 它是以一个交易推广的合作案 它不是一个文物展展 评估讨论中还没有定案 这些级博物馆针对房品都有严格规范 虽说这次编种复制品 只是放在外面做摆设 但故宫南院属于亚洲级博物馆 成龙送的不能展 来自湖北的就可以让外界看得一头雾水 记者华明君 陈文轩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